一个女人尾随公公来到一间土屋前 里面传来了公公的责骂和丈夫的求饶 原来是她的丈夫在这里跟老情人鬼混 公公扬扬扬毁了他们却被女人阻止了 然后女人含着泪水走开 画面一转一辆接亲的婚车上坐着一对新人 新娘春光满面 这个新娘就是影片开始那个落泪的女子 她叫红杏 刚才落荒而逃的男子就是新郎杨幻 新郎露出了一脸嫌弃的样子 原来这桩婚事是杨幻的父亲一手给她张了的 所以才会出现影片开场的那一幕 结婚的当天 杨爸与郑山大叔聊起了自己儿媳洪杏的不幸身世 洪杏从小父母双亡 由奶奶拉扯着长大 幼年得了一场大病 病好后洪杏却再也不会说话了 成了一个哑巴 隔壁房间的年轻人正在闹洞房 这时一个女子却看不下去了 她跑出门外透气 原来她叫二秀 是杨幻的青梅竹马 由于二秀的父亲祖兰 两人没有结婚 二秀嫁给了同村的来父母 但是二秀和杨幻依旧保持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就在此时 主婚人让红杏唱首歌 花音刚落 本来喜庆的场面瞬间冷了场 原来大家都不知道洪杏是个哑女 两个新人的脸上失去了笑容 一脸粗意的二秀看到了这一幕 她赶紧上前假装帮洪杏解媒 替新娘子洪杏唱起了歌来 众人赶忙叫好 不会说话的洪杏更加自卑了 于是她低下了头 嫁给洪婚后 洪杏一心想和丈夫一起过日子 当洪婚整日不务正业 游手好闲 虽然杨爸嘱咐过洪婚 已经成家了 不能再胡混了 但洪婚只是当成了耳边风 她和洪杏结婚 就是为了有个人照顾父亲 方便自己出去外面鬼混 尽管丈夫整天还是游手好闲 但是洪杏还是保持着初心 她发现洪爸的衣服有了味道 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于是她打来一盆水 想把家里所有的脏衣物都洗一遍 洪爸却联盟阻止洪杏 洪杏以为父亲体谅他 让他休息 两人在推丧间 洪杏摔倒了水盆上 一盆的清水全都洒了出去 洪爸见状气急败坏地说洪杏 好心败坏事 洪杏十分的委屈 洪爸告诉他 原来牛脊被一村干旱贫瘠 村民用水要得六七里外的悬崖下去挑 所以衣服能不洗就不洗 明白了一切的洪杏 立刻决定去挑水 洪杏走了好久 终于来到了悬崖边 悬崖附近有一条村民自己修的土路 洪杏沿着这条土路来到了悬崖底 看着那口打水的井 洪杏把两个桃罐打满水 然后往家走 就在快到山头的时候 脚下一滑 一只桃罐摔碎了 另一只只剩一半的水 不久之后 洪杏赶回了家中 看见只剩下一个桃罐 洪爸猜到洪杏是摔倒了 洪爸安慰洪杏说 那条山路难走 洪杏转身去找杨幻 此时的洪换还在二秀家打着麻将 对洪杏的到来 洪换还是爱搭不离 生气的洪杏就把麻将桌给掀翻了 惹极了的洪换扇了洪杏一巴掌 正在此时 洪爸赶了来 他护住洪杏 责骂洪不孝 无奈 洪换不得不去挑水 洪杏看着辛苦挑水的丈夫 不但没有记仇 还好心地拿出毛巾替他擦汗 但洪换却不领情 早就想进城打工的洪换 今天又让洪爸教训了一顿 于是他决定收拾行李 外出打工 洪杏看到后 给洪爸写了一张纸条 但是公公大字不识一个 洪杏无奈只好离去 夜晚 洪换的坚持 让洪杏痛哭不已 洪爸听见后 套过了窗户 明白了这一切 第二天 洪换打算悄悄地离开家 他以为身边的洪杏还没醒 然而他不知道 躺在身边的洪杏 一夜没睡 听到洪换离开的声音 洪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村里的年轻人 在洪换的带领下 准备坐车离开 众人一起来到了村口等车 到了村口 他们发现郑山大叔 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郑山大叔说 自己的儿子外出打工多年未归 独守空房的他 生活都无法自理 就在这时 杨幻抬头一看 原来父亲居然也坐在不远处 两位老人吵吵道 在这个连吃水都困难的地方 如果年轻人都走了 我们的生活就无法自理了 还不如去外面乞讨呢 就这样 杨幻打工的想法彻底破灭了 一天 洪杏的奶奶来看望洪杏 洪杏急忙给奶奶倒水 但是家中一滴水也没有了 洪杏拿起扁担就出去挑水 来到了悬崖边 他发现那条下山的小路坍塌了 为了给奶奶喝上一口水 洪杏挨家挨户地借水 本来就缺水的地方 又发现了这样的事 没有人愿意借完水喝 郑山大叔看到后 将自己家里最后的一口水 送到了洪杏家 奶奶得知孙女日子过得不好 为了不给添麻烦 就悄悄地走了 接到水的洪杏赶回了家 看见奶奶留下的礼物 立马追了出去 他拼命地追着车 无奈自己无法开口说话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奶奶走掉了 洪杏泪流满面 自此 洪杏下定决心 以后一定要解决村中缺水的问题 回到家的洪杏找到村长 向村长带领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村长用广播召集村民开会 他对洪患带领全村的年轻人 进城打工很是不满 他说 年轻人都走了 村子里只剩下我们这些老肉病残 村子就真的没希望了 村长提议 选出一个社长 带领大家开山引水 这是个苦差事 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下这个担子 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 为了尽快结束会议 洪患提议 不如抓究决定谁当社长 众人都同意了 没想到抓究的结果是郑山大叔 年迈的郑山大叔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吃水都需要别人帮助的人 怎能单子纳任呢 在村长的眼里 这就是瞎胡闹 看不下去的洪杏 把郑山大叔的纸条塞给了杨幻 他想让杨幻承担起这个责任 既能让杨幻带着自己身边 还能报答上次郑山大叔的好心 最重要的是 可以通过这次工作 改变他的那些坏毛病 虽然杨幻不高兴 但还是无奈地接了下来 杨幻回到家后大发脾气 责怪洪杏自作主张 洪杏默默地收拾着摔下的网筷 杨爸听见动静 赶忙过来教训杨幻 杨幻虽然当上了社长 但他并不做事 整日里还是游手好闲 洪杏无奈打着杨幻的名义 到处替他干活 他每天给村子里年迈的 独居老人调水 保证老人有水喝 他带领大家修好坍塌的小路 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 而此时的杨幻却扔在打麻将 杨爸找到杨幻后 又是一通责骂 第二天 杨幻看见村民正挑着水往家走 他问村民 路修通了吗 村民当着杨幻的面 夸了洪杏一番 一天放羊的杨爸 无意间看见儿子跑到二秀家中 看到这一幕的他 立刻上门捉奸 这时 给杨爸送饭的红杏 看见父亲朝着二秀家走去 心不住好奇的他 也跟了上去 刚走到院中 就听见二秀的惊叫 和杨幻的求饶声 杨爸边打边骂 丈夫杨幻一山不整地 从二秀的房中逃了出来 他正好撞见迎面而来的红杏 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接着杨爸挑着二秀的内衣 走了出来 杨爸扬言 又让全村人都知道这件丑事 善良的红杏拦下了杨爸 并把内衣还给了二秀 看到这一幕的二秀 羞愧难当 回到家的红杏 沉默地坐了下来 杨幻却没有一丝悔意 他见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 索性提出了离婚 气得红杏立刻收拾好行李就走 杨爸知道后 赶忙去追红杏 因为腿脚不利索的他 一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 红杏赶忙把他扶回了家 好生照顾 郑山大叔来看望杨爸 他提醒杨幻要珍惜眼前人 不要等到失去再后悔 送走了郑山大叔后 杨幻让红杏先去睡觉 今天他来照顾父亲 可红杏却没有说话 杨幻走近一看 原来红杏已经累得睡着了 看到这一幕的他心中有些感动 杨爸告诉杨幻 儿媳红杏处处想着这个家 希望儿子能够珍惜红杏 这一次杨幻终于把这些话 听到心里去了 第二天 郑山大叔看见缸里没水了 本想让红杏帮忙 但是看见忙碌的红杏 于是决定自己去挑水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红杏自己去挑水的时候 发现了郑山大叔的尸体 原来郑山大叔在挑水的时候 不小心跌落悬崖摔死了 看到这一幕的杨爸 狠狠地打了儿子一巴掌 他弃儿子当了社长却不作为 因为他的不作为 害了一条人命 杨幻看着曾经和蔼可亲的郑山大叔 如今冰冷地趴在地上 他的内心十分自责 就这样一直站到了网上 郑山大叔的死和父亲的耳光 彻底打醒了杨幻 他告诉红杏村子里因为挑水 而出现的意外石油发生 必须把泉水引进村子里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天一早 杨幻就跑到了村长办公室 筹划开山饮水的事 村长告诉杨幻 曾经政府想凿山饮水 图纸都画好 可是需要村民平摊费用 大家都不愿意 于是一起耽搁到了现在 杨幻把图纸拿了回去 他准备号召在外的青壮年 回乡一起开箱眼流 回去的路上 他碰见了正在干农活的红杏 他联盟用衣服帮他擦掉脸上的汗水 然后掏出了红丝巾帮他戴上 红杏高兴极了 他的付出终于换来了这个男人的真心 夜晚 红杏瞒着杨幻 以他的名义 给政府写了一封村子缺水问题的求助信 不久 村里就收到了政府的回应 村长当众夸杨幻信写得好 说政府很重视这个问题 愿意拿出一半的资金支持他们 杨幻却一头污水 他并不知道这是红杏写的 几天之后 杨幻号召了在县城打工的村民 回乡帮忙 由于政府只出了一半的工程款 还有一半需要村民自己平摊 二秀不愿意拿出这个钱 为了工程如期开工 红杏以二秀的名义 将钱交了上去 晚上红杏正在刷碗 突然他感觉到一阵恶心 公公看着他的样子 偷偷地笑了 原来红杏真是怀孕了 在杨幻的号召下 回乡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工程队 眼看着马上就到了秋收的季节 二秀故意不让回家的丈夫去帮忙 明白这一切的红杏直接去了二秀家 劝说二秀放来父去帮忙 二秀想起了上次 因为红杏的手下留情 自己的名誉才有所保留 于是同意来父前往工地 就这样 村民开始了凿山野流的工程 一天 红杏在家中干家务 一个妇女告诉他 二秀正带人去工地上 把男人们叫回家秋收 二秀这一闹 肯定会耽误工程 于是 红杏连忙却阻止二秀 他把二秀的鞋子拿走 让他走不了路 坐在路边的二秀破口大骂 这时 一个女人把鞋子还给了二秀 并说 红杏在家帮你秋收呢 二秀半信半疑地走过去一看 红杏果然在他家地里忙活 不好意思的二秀也跟着工作了起来 但是不久后 二秀不小心割上了手指 红杏让他回家休息 但二秀回来的时候 发现整片的庄稼全都收割完了 红杏却累得瘫倒在地 不省人事 二秀以为红杏睡着了 走近一看 却发现红杏腿上都是血迹 赶忙把他送到了医院 红杏过于劳累过度 导致流产 此时的工地也遇到了难题 现有的设备无法打通接下来的掩体 只能等政府的调动 工地上的大伙得知了这件事 纷纷跑到医院看望红杏 醒来后的红杏看到大家 询问饮水工程的进度 为了让红杏放心 杨焕就和大伙撒谎说 泉水已经引进了村里 说着还倒了一碗水 让他尝尝甜不甜 红杏尝了一口 他一下明白了 这不是引来的山泉水 因为他曾经尝过泉水 红杏看着在场的村民们 微笑着流下了眼泪 第二年 在杨焕的带领下 终于将泉水引到了村子 彻底解决了 这个村子祖祖辈辈的难题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中 自从红杏嫁入了杨焕家后 开始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但是他那种朴实善良的精神 渐渐地改变了周围的人 他把杨焕从一个无业游民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社长 对于二秀的那些龌龊之事 他也能怀着大肚之心 以得抱怨 逐渐温暖了二秀冰冷的心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